在众多香港黑帮掌控娱乐圈的势力中 刘嘉玲事件被提及次数最多 对此 作为曾经直接出手摆平此事的陈慧敏 向我们还原了事件的原貌 而关于蓝结英遭大老强奸 李小龙是否死于帮位利益之下等诸多传闻 陈慧敏更是知无不言 我从来在电影圈 没有人家 有欺负过一个人员 没有我是帮位老大 从来没有 很多人员有给帮位欺负 怕人家人帮位不给钱 很多都来找我 我都会帮他把钱收回来的 有这个事情 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是真的 刘大海也没有报警查 但是所有香港警察都知道有这个事情 后来用车的瞎留下那个人又给抓了 我听到这个事情搞得很大 所以他时候给什么大哥强奸 那个时代强奸我就不相信 你是一个电视小演员 你要拍一个大哥的戏 很多人都给大哥靠下去了 你就靠女了 很多的演员都跟男主角都搞得一起了 你跟男主角说你希望有机会拍电影 而且你拍电视局 香港你拍电视局你要红才可以拍电影 你电视时候还没有到拍电影的时候 你会跟很多演员合作 大哥觉得谁我不知道 听说你怎样 那有强奸的没有 强奸的时候你马上就报警察了 只谁那后你现在才讲 对不对 哪有强奸那么简单呢 可能男人间他不知道 给谁谁都不知道 他才知道是谁 我们想了 有点印象到我们不敢讲 对不对不敢讲 有那个都可能死掉了 你死掉了 听说那个已经死掉了 这个事情我很清楚 因为很多人说刘嘉宁是个某某老板 抓他照相是怎样 不是的 不是的 都是伤了 真的是谁怎么样 刘嘉宁开两车 开车 有一个他的演 有一个古阿仔就是蓝仔 就是蓝仔 吃毒的 粗把粉的蓝仔 一看到刘嘉宁开个车 哎呦 嘉宁 嘉宁说 不管他 把相关拿开 那这个男人 这个男子呢 就跟着刘嘉宁的车 就到了那个叫 那个叫 我说叫什么地方呢 就把刘嘉宁抓起来 脱了衣服 走向 抓他这帮人呢 他的老大 我允许他的 另外一个崩溃的 后来那时候呢 报着警察吧 你报到警察呢 警察都会很重视这个事情 还有 刘嘉宁是我们电眼圈的 我也是电眼圈的 这个事情 我也很生气 我很生气 不可能对嘉宁 用那么暴力 后来呢 他老大 就说 有三张相片 刘嘉宁的相片 就拿给我看 我就看 三张 把衣服 拖掉了 他没有要求他拿钱 没有 他就跟我讲 我就跟他讲 你不要再搞 刘嘉宁了 他把那个相片 就交给我 假如 不要你钱 不说要我相片给你 没有 没有讲 是我把他拿去给刘嘉宁了 后来呢 我就 那时候我跟刘嘉宁 梁秋伟高好拍一部电影 我就把这相片给了刘嘉宁 因为呢 没有底品的 他是马上抓到刘嘉宁了 就马出去 摄翻预备饭 然后马上买这个香肌 这个即典即养的香肌 他就这样的 不是有计划思考 不是 后来的事情呢 我去摆平了 相片拿回来 摆平了 后来那个 那个男子呢 坐牢了 坐牢了 五年了 出来 出来 在家里呢 翻櫃头 哎呀 还有一张相 还有一张 刘嘉宁的相片 就卖给那个杂志了 又搞出了一个大事了 我还 我还帮 帮那个警察 我还去帮警察 后来 因为他不讲道义了 那个人 我叫他不要在乎 他还不叫不讲道义了 警察就把他抓 我们告诉警察去抓他的 嗯 跟他的老大 他不是我们帮黑的 他是另外一帮帮黑的 是水防的 没有 假的 嗯 有 有 说刘嘉宁 携牆签嘛 假的 有一个很像刘嘉宁 以前的黑黑什么都做出来了 你很像刘嘉宁 就搞刘嘉宁 携牆签 假的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嗯 有我们电影圈 更加烦恋了 是吧 我 我不是我 哎呀 呃 明哥 你不帮帮会 要帮演员 我也是电影圈啊 你搞的演员 就是我们的演员啊